我叫德禄法 我是一名意大利作家 是人翻译家 和德禄法出版社的创世人 我是从中国回去之后开始的 因为我想念中国 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翻译的工作 然后呢第一位大诗人就是孩子 其他的作家 其他的诗人都认可了 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诗人 面对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诗人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他的力量 所以诗人们都比较敏感 肯定是社会里最敏感的人之一 而是最孤独的人之一 所以我就决定了翻译他们的事的原因 这也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 感觉到了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孤独和他们的重要性 我跟孩子自己在我的房间里在罗马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他的痛苦 他的哭 他的笑 他的爱 他的恨 他的孤独等等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困难 世人热爱生活 也热爱人类 让我决定了把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 整个生活 翻译在那个夜上送给读者们 因为我的出版社是去年建立的 我们今年就出第一批书 这几年以来 我是只是一个翻译家 然后呢 我把我的翻译的工作 交给其他的出版社 但是我想了 还是我自己来做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费劲 要跟其他的出版商讲 他们为什么应该出这本书 还要说服他们 所有的出版商 反正我见过的所有的出版商 不了解中国 没来过 不懂汉语 所以我还是觉得 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 我来来 还是我自己做会更简单一些 第一个是尊重文化 尊重文化是要尊重自己的文化 也尊重别的国家的文化 所以你不尊重一个文化 你不尊重文学 下一步呢是什么 尊重艺人 尊重艺术家 尊重世人 尊重作家 尊重谁把自己的生活 放在他的手里送给你的 这个非常珍贵的 古代中国 世人们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古代的意大利也是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想通的地方 第二 热爱你做的东西 如果你不热爱你做的东西 别做了 去做别的 第三 坚持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这个是我第三个建议 也是给我自己的建议